那另外歷史哥請教一下 到底誰最該把柯文哲先不要背了啦 先放下來 可是他都還沒放下的恐怕是陳志翰 陳志翰昨天又PO了一篇文 那裡面引用了動力火車的歌 但是裡面其實想要提醒大家 去回想一件事情 他邀民眾來回憶起台北市的防疫成績 更提到了疫情期間 柯文哲是多想努力的守護這裡 不過世界對柯文哲卻只剩下了污衊 那網路上大家也開始在下面 因應他的呼應 他就說大家一起來回憶 像我們北市的一些防疫成績 就網友說只想到柯文哲曾經跟大家說 中央要是搞我的話 我就慢兩天再開 讓我們的市民來打疫苗 或者是有北市特權疫苗等等的 老講北市做得好不好 差不差這件事情可受公平嗎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 用防疫 讓大家回憶起這柯文哲的感動感 你覺得有用嗎 講到這個 我是覺得 不要再害柯文哲了吧 阿伯很痛苦 雖然阿伯聽說這麼熱的天氣 可以在看守所裡面 吃火鍋 還可以 吃著火鍋唱著歌 據說 心情還不錯 反正他 對於食物嘛 要求也沒那麼的高 但是如果想讓阿伯早點脫下黃珊珊的話 有兩個人 真的不要 再把阿伯拿出來當成 就是 你討論的主軸 好好回歸你的本業 一個叫陳志涵 一個叫黃珊珊 我就公開點名 陳志涵呢 最近鬧的事情那很多啦 你看他最近鬧了一個超大的笑話 這個 來啊 這是什麼 捷運紅線 對捷運紅線 我看到這個 其實我本來 想說也相似一場 也不想要笑這件事 因為他塞車嘛 他遇到問題 然後據說是車禍 然後他就說 你看這個交通 然後就有一條紅線 他以為是塞車的紅線 結果呢 那個是捷運紅線 你知道這誰傳給我們 我本來不想談這一題 結果是我家的小編 他們下了班 看到在 不知道在IG還是CHASM看到在截圖再轉傳過來 你已經可以被一個平常根本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 20歲的年輕人 然後給截圖丟上來 可以知道陳志涵有多鬧嗎 就是 拜託好好處理好你的事情 第一個你已經不是發言人 上一次我已經在節目上多次提醒 你不是發言人 好不好 不要再越主帶跑 第二個你可以緬懷阿伯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再讓大家勾起更多柯文哲的仇恨言論 因為他講這個 那就是剛才你其實提到了嘛 你不是反而讓大家就想起柯文哲的壞嗎 就他每一次想要講起他的好 結果他就造成他的壞 然後記者會在開會的時候 他是黨團主任沒有錯 但是其實主角是8個立法委員 黨團主任其實沒那麼重要 或者說黨團主任真正重要的不是在那邊替立委發言 而是 幫助立委把他的立法本物 他的本人的工作給做好 結果你看每一次開黨團記者會陳志涵出現 記者問誰 一個問黃國昌可能也是問柯文哲 另外一個問陳志涵還是問柯文哲 可是目前陳志涵有在民眾黨的決策核心裡面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陳志涵你真的要想一想說 不要再把不要再搞事了 我真的覺得 我就一直想到 以前周星馳那部電影 大家知道嗎 這個唐伯武點秋香裡面 唐伯武的爸爸 在跟奪命蘇生對打的時候 唐伯武的媽媽叫朱熙一直要幫他 結果幫到最後呢 唐伯武的爸爸 感叹了一句 朱熙你這是想玩死我啊 整個臉都炸掉了 就是如果你回想一下 那個港劇的經典畫面 我真的有這個深深的感覺啦 就是 陳志涵大家都知道 他想驗證一件事 就是他還在核心 他依然是阿伯的代言人 可是 你現在要了解 主席 已經被抓進去了 你警報的主席夫人 警報的主席媽媽 能夠 激起什麼千堆血嗎 還是這只是更加驗證民眾黨 就是一個後宮幹政黨 就是一個母姐會 不要讓老百姓 繼續這樣去思考 好不容易 其實剛剛左教授的分析 是非常扎實的 我們要了解到 就是民眾黨 他是個第三勢力 他不是唯科勢力 還是只是科勢力 而不是第三勢力 如果民眾黨要做科勢力 那就講清楚說明白 民調已經扎扎實 反應這件事情 可是看起來 陳志漢依舊麻木不忍 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民調已經從 民眾黨轉移到了時代力量 而且一口氣 時代力量都已經快要進 不要說快 早就在加護病房 已經在插葉克膜了 就快不行了 結果從1% 變成5% 誰造成的 因為你把第三勢力 操作成科勢力吧 那你科勢力就一定是 走偏轉風 大家都知道自然界你的科勢力 他一定要歪一邊 對不對 那你民眾黨如果變科勢力 你也是歪一邊啊 那你就永遠做不了第三勢力嘛 第三勢力應該是要走陽光 康莊大道 怎麼都是歪一邊啊 永遠講什麼話就跑到科勢上去 那就沒有辦法 那也無怪乎民眾黨 這池子就越做越小 那等一下可能討厭到黃珊珊 大家也覺得很黑人問號 所以 其實今天民眾黨 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這裡 就是說 如果民眾黨不早日做出一個決斷 救科 還是要救黨 還是要 以黨救科 還是呢 以科 救黨 顯然以科救黨是不可能的 因為科已經下去了嘛 所以 要 以黨救科這是不行的 反而是怎樣 救科跟救黨 他其實是可以拆開一點點的 不是說跟柯文哲切割 而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當一個良好的第三勢力 不要讓 已經開始有老百姓轉移到 時代力量上了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救科有救科的步驟 做黨有做黨的步驟 你要把黨給經營好 所以其實民眾現在最 要緊的就是 國不可一日無君 黨不可一日無主 他們要趕快有一個新的核心出來 如果今天真的小草要變小蔥 坦然接受面對不就這樣嗎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多少政治人物起起伏伏 對不對 大江通去浪淘 多少英雄人物 就這樣子嘛 歷史就是這樣 上下上下上下起伏 對董哥真的很有所感嘛 我們董哥是 新聞界老先輩就知道 多少的政治人物 叱咤風雨的意思 我前陣子就是 翻到那個以前 友台的那個節目嘛 什麼真情傳戰什麼 那個開頭 哎呀 前面是施明德 我真的剛好在施明德過世的時候看到這個事情 我就很感慨 但是我好小時候看了節目 可是你看那個開頭那一大堆的人 有多少人還是一線政治人物 其實都沒有了 這就是 台灣的事實就這樣 因為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島 所以我們人口很密集 所以我們的很多訊息 他傳遞很快 而且他下去會再上來 因為這個島沒有很深嘛 所以 有時候下去有時候上來 其實柯文哲現在最重要的是 把他的官司趕快解決掉 趕快讓他可以放出來 變成要正常人 就打打官司嘛 那該官就乖官 如果可以清白就清白 可是不要把自己跟黨完全綁死 那最終 柯勢力偏轉的 可能不是只是方向而已 他可能偏轉的是沉淪 這是大家其實對第三勢力 最傷痛的地方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